Hello 大家好 莎姐 差不多十點了 這幾天都夜回家 所以現在拍片會晚一點 因為以前很有趣 在左凳兩三點三四點便可以離開 在旺角也是的 五點前便可以放鬆 回到你家只有六點 即是很早 但現在就不是了 因為在這裏收六點 雖然我公司和家的距離短了很多 但六點你又不會馬上離開 不太好意思 畢竟仍在試用期間 所以通常都會留下一點 即是六點多才離開 之後我就發覺 如果以現在的生活模式 下班下班 下班就馬上回家 我應該一天走不到一千步 因為以前就要走到下面巴士站 那裏都有幾百至一千步 那時候就來回兩千多步 但我現在一走到那邊巴士站 兩百多步便可以上車了 所以其實是可以很短距離 如果只是下班回家可能一千步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太行 理論上要一萬步 那當然就留下別人了 所以我現在通常下班 就會到處走 到處走去找食物 即是找食物的意思就是 買飯回家 即是兜個圈 才去玩仔站 回家 想不到這樣做法 就可以走到五、六千步 這兩天都是五、六千步 所以應該是健康一點的 我覺得 另外為什麼要逛街呢 就是 莎姐的衣服乾脫 那天跟我舊同事說 有這麼久風流有這麼久折舵 因為我以前兩間公司 都是穿什麼都可以的 當然不能坦空露臂 但是基本上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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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人理會的 但是 這裡不行 那時候穿上衣服 什麼都沒有人理會的 只要你 反過來不要穿太短就可以了 但是這裡完全是不行 很正統的辦公室 所以我之前的衣服 基本上是不能見到人的 所以就要去買 但是 我手上的衣服 穿不到一個星期 即是 你每天上班要不同款的 那我只有三天的衣服 所以我昨天今天都要不停逛街 就是要買一些可以上班的衣服 那今天就很慶幸地買了三件 夠熬到今個星期就可以了 夠熬到今個星期就可以了 你看看我多辛苦 人們上班我上班我上班我這樣 另外就是 想跟大家說 那天我不是買了合約的嗎 那合約是拿來做什麼 我想很多人都猜到 但其實有個網友就是便秘 他了解我的 他了解我的 但是猜不中 因為我買的時候的目的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其實是很清楚了解我 那當然 沒有人會猜我 是為了 頭髮變黑 為了 易用更好 相信大家都不會想這件事 那我其實 這幾排 這裏有 痰 痰 痰 又吸不到上來 又吸不到下去 就黏住在這裏 很辛苦 很辛苦 走來走去都不走去 所以我就 打算吃中藥 因為西藥 你不知道哪一種好 第二就是 要不就沒有效 要不就 咳死你 即是你咳得更厲害 咳得更厲害 咳得更厲害 咳得你脫肺 好似廢老 所以 我就不選了 我選中藥 中藥 就在懷孕同學解釋得很清楚 那些銷售師解釋得很清楚 就買這隻 那些銷售師 可以去濕 和清洗這塊 那我吃了兩天 是好一點的 真的好一點 即是 沒有清到過痰 即是 所謂清到過痰 即是 依然是會產生痰的 但是 起碼可以咳出來 或者咳了 然後吞得下肚子 就不會在那裡吊著吊著 又上不了 又下不了 在那裡頂住 是舒服了很多 是舒緩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中藥真的很厲害 那好吧 其實今天也聽到 阿基哥也剛才有Whatsapp 叫我小心點 現在一千多鐘 是要小心點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但是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高官嘴臉 是很難看的 究竟是誰害到我們這樣 我公司 陸陸續續 即不是說什麼的 即是 你公司有人 手牽連的 要去做強檢的 你看到 上次也做了強檢 其實是很正常 你差不多現在很難說 有一個地方是不中的 我自己今天回家 在椅子裡也黏了 一個就是 我們這條村也是一個人中 不過就不是我們這裏 大家知道 煞姐那條村是 我們這裏 上層 然後山腰中層 然後山腳下層 就不是我們這裏上層的兩棟 好像是下面的 好像是最低那裏 就有人中 接著他就說 在1月26日 至2月8日 即1月26至2月8日 你去過那一棟大廈 逗留多過2個小時 你也要去做強檢 因為我們這裏就有機會這樣 可能有其他地方就少些 怎麼會無端端去一個住宅屋苑那裏 就是人家等樓那裏 逗留2個小時呢 因為我們這裏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我們這裏 就是以前那裏 叫做寮屋 木屋 鐵皮屋 那裏 就以前在對面山坡 是這樣的屋 居民 就 拆了之後 就搬過來這裏安置 所以其實 我們這條村 很多都是有親戚關係 或者都是老街坊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走過他們家裡 所以我們這裏的機會是會大些 我不知道你們 屋苑那裏會不會有這樣 但是盡量到真的不要去別人屋苑 我覺得有個很好笑的 因為在車上說 跨家庭做會是不行 總之你多過2個家庭 你就要 你就是犯法 那就要罰款 但是 但是 幫助你老人家的 可能是 服侍你老人家的 或者照顧你老人家的照顧者 就不算 我就覺得很有趣 當然 接著那個 收音機那個人就是不停地說 有什麼可能性啊 可能性啊可能性 但是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政府經常想起這些 這麼繁複的事情呢 就是 你前面想到這些這麼繁複的事情 你都不做一個全民檢測 清了它 為什麼每次做一些 這麼多無聊的事情呢 然後 等一下又說 要開始有些追蹤了 等一下又說 家居旁邊那些要戴手帶 我聽了 咦 手帶 我突然間就想起 因為我當初說 起碼要戴一些追蹤的手療 那些電子手帶 但是如果他還是用以前的手帶的話 是可以 咔嚓 咔嚓 這樣的 為什麼會令我聯想這樣呢 因為那天聽到陳少子說 如果在家居旁邊的 是要戴手帶 不是電子手帶 他沒有說電子手帶 是戴手帶 然後我今天在千色點看到 就已經簽了稿 就說 有戴手帶的人 是不可以進這個商場的 那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以前那隻 咔嚓 那有什麼屁容 一咔嚓 就沒有 你覺得那些人是會 很老實的嗎 他們不是不知道 香港人是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 他搞這麼多事情 都不肯去做全民檢測 不肯去切切底底去做 接著又告訴你 醫療崩潰了 你不要到處 有些就告訴你 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是有問題 你最好就坐私家車或者的士 就不要乘搭交通工具 就是阿哥 阿哥 你條命很矜貴 你有錢 你可以駕私家車 我明白 但有多少個條命 好像你這麼矜貴 駕私家車 我駕駕駛的士 首先 一個條件 就是我要有錢 我才能駕駛的士 阿哥 我沒有錢 你給我 最好點對點 我何包仔一個先都沒有 我都要去按錢 我才能駕駛的士 阿哥 有些可能連的士錢都沒有 按都不能按 那你叫人駕駛的士 可以什麼 然後我會覺得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覺得 不傳染給別人 所以你要點對點 那的士司機不是人 傳染給的士司機就OK 傳染給其他人就不可以 這個是最壞的辦法 就是說 應該這樣說 是比他坐公共交通工具好很多 但是你都會影響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都有家人的 我又真是不明白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些 例如一些醫療車 就是白車或者其他 可以真的 因為白車那些會消毒的 或者是以前有些輪椅 那些 那些復康那些車 可不可以借出來 那現在就算 復康那些車 現在都不會把你車來車去的 那可不可以拿幾架出來 幫忙接載這些人 還有 我上次去檢測的時候 我是50頭的 的士費50頭的 我都叫他收購70 然後我跟他說 我去做檢測的 因為我 我講了 我講了去哪個體育館 他不知道那個是檢測站 是一個檢測站 他說去 那我就上了 然後去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去檢測站 都上了 他說都沒有辦法 然後我都是50多元的 我都比較70元 我說你等一會再消毒一下 我也有提他再消毒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提你 你說 我在那條什麼 你自己消毒是不會有的 我也都見到 有些的士大哥說 哇 那時候葵涌村不是爆得很厲害的 那些的士大哥說 很多地方他們都不敢去 你夠膽說去葵涌村 他寧願不做你生意 他說哪敢上去 你不要說葵涌村 葵涌村附近都不會上去 那你叫人坐的士 叫到的士才行 所以我覺得這些根本是 並不貼地 這些是並不貼地的想法 你竟然想完這些辦法 你不如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搞定香港 要不然就請國家隊出手 把這個話事權給人 你又不懂煮飯 你又霸著廚房幹什麼 你不懂煮飯 你霸著廚房也算了 你又不讓我喊外賣 然後你又要 弄到一坨爛爛爛的廚房 又燒焦的時候 你就逼我吃你的地獄料理 然後還要我洗回我的廚房 你想想 合理嗎 完全不合理 有時候激氣就是激氣在這裡 蔡家貴 啊 反過來華潤堂那邊說 因為中港司機是少了 有些要強檢 有些要怎樣 他都說的 由於這樣的狀況 他說一程車本身有 內地 過一個關來的可能是二千元一水 他說現在要一萬元一水 大華潤堂都說 我們會想辦法不加價 即是不會把你的價錢轉嫁去消費者 當然是會有部分不會轉嫁 但不會把所有價錢轉嫁下去 我心想 為什麼內地的中資機構 當然也是受到我們偉大祖國的命令 記不記得當時駱惠寧主任去完所有的運輸鏈 黑暴時期去完所有的運輸鏈 或者其他 就是要確保香港的貨物 是有的 他不想再靠那些所謂的地產商 他就是有時候都是想告訴那些被產商的高官也好 告訴他 你玩不起 就算你到時怎麼停怎麼停 我們靠著我們中國的力量 都可以供應到香港 那當然是未必可以去到這麼久 但一定保到香港有飯開 是這樣的 但這個時候 林鄭有沒有出過來說 她就說已經開始 陸陸續續開始 她就說了一個 不痛不癢 就說檢測了那些人已經開始上班了 那是上班 人工多少錢 她沒有提到重點 她上班 那些菜價 可能由內地的菜價都是一樣 但問題是運輸司機貴了 那不就是價價了 就不同說那時候沒有雞吃 就是因為 禽流感殺了很多隻雞 所以那些雞不夠 所以就飆高了價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現在就說 不是沒有菜 但是運輸司機 現在運輸司機就要高價才有 而將這個價錢就靈界到消費者身上 網友跟我說 60元一斤菜心 那我那天post那張影片 其實應該是真的 因為他說128元一斤那個是豆苗 大家知道豆苗本身就是貴 當菜心3-4元一斤的時候 6元一斤的時候豆苗就十幾二十元半斤 現在連菜心都60元一斤的時候 豆苗不8-2元 所以是正常的 我不是說正常 就是價錢比例是正常 但是豆苗要8-2元一斤 我好像現在斬 60元一斤 我現在斬一隻雞也不用這麼貴 我剛剛看到什麼明星酒家 那些酒家為了生存 我剛剛看到明星酒家是什麼 外賣雞 玫瑰雞 一隻外賣一隻68元 是一隻68元 你加多8元就可以整隻雞了 是不是很誇張啊 所以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今天香港會搞成這樣 究竟還是不是 有人真心為香港去做實事呢 當然很多議員都在 又說 還沒得到通知 又說他們公佈了才問你意見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也不想爭論 誰是對誰是不對 但是 難道你坐在那個位置 豆哥人工 你就是沒有義務 沒有責任解決香港的問題嗎 以前就不知道陳萬奇是誰 當然黃碧文事件 我就知道陳萬奇是誰 他也有做事 他說如果特首不行 我也會親自寫信 給中央出手 可能也是沒有用 但是他做的事 他始終是做一些事 真是為香港做一些事 而不是出來哺哩巴拉 說完一輪 讓大家拍一下他 然後就沒有實質事件 所以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都已經是說 要國家隊過來救 為什麼我們政府 都還要這麼一意孤行呢 究竟他們有沒有當過 香港人 是他們的家 你會覺得 現在這樣中法 特首是不會中的 喂 你特首那些 幫你打工的人 是不是鑽在特首府 有些是鑽在特首府 但很多都是有自己的家 如果你現在這樣擴散的話 你怎麼確保他的司機是不會感染的 他幫他手做的花王 應該有花王 特首府是應該 禮筆府那些是有線化的 你怎麼確保你的花王 你的私人保鏢是不會確診的 你老公也不會確診 我又不太相信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現在這麼老頂 就因為他不是我們的星斗市民 你想想 就算醫療系統崩潰 又如何 他是特首 他都可以打尖 會陪你們等嗎 不會的 醫療系統崩潰 你覺得 那些高官 陳肇始中招 他不第一時間遇過 好位給他嗎 你覺得不會嗎 你真的覺得人人平等嗎 當然不會 我記得 這裏講完這裏散 你喜歡散出去也沒所謂 我記得那時候住 精神病院的時候 是住拿打掃那時候 他的精神科的時候 有獨立房間的 有獨立房間的 為什麼會有獨立房間呢 因為精神科 如果病人太過誇張 就會鎖在獨立房間 扎他 讓他不會影響其他病人的情緒 然後 一直都沒有人住 後來就有一個新來的病人 他就可以入獨立房 但問題是入獨立房間 他不是真的瘋 瘋得很離譜 不會發瘋 後來就知道 原來他是 是護士的高層 做護士是做高層的 護士長載上的那些 那些系列 所以他進來 可以有獨立房間 不需要跟我們一齊 這些普通精神病人一齊 那你覺得林鄭會不會跟你睡大鑊 你覺得林鄭遲來 會不會睡冷行 大家心照 我講這個例子 不代表林鄭真的會 林鄭是不會感染的 陳肇始 他們很公道的 做事很專業 怎麼會用這些橫手 我看見這樣 他們不會的 大家知道他們很專業 講完 再有什麼新消息 再跟大家聊 OK 拜拜